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看了呀 人还挺多的 所以对自己的人性是有误解是吗 那你这个没眼见为食 那谁说的 万一我在北京糖果的时候 下面就10个人 那我上海我跟杭州只能取消了 要不然只能拉亲朋好友 我也没那么多朋友 我自己在上面唱啥 我还不如唱KTV去呢 也是第一次嘛 个人演唱会第一次 那之前好多人在一起 那本身就是会给你一个安稳感 那就是你自己了 没人帮你啊 你出现任何问题 你在上面只能自己去解决 所以就会很紧张 也会没底 最重没底的感觉 大概第二场上海战的韩州 那就好多了吧 就杭州其实我就是最自如的一场 经历了两场以后 我感受不太到下面喊什么 我带耳返就结果就听不见下面的声音 因为也没有人知道我要唱什么 那么大家开心一点也没什么错 我很少主动跟人接触 那你就不跟人接触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朋友 但我觉得您交朋友能力也很强 因为我记得当时疫情期间 就有很多音乐剧人可能做一个联络的一个聊天 然后逼中节 他又说当时跟刘灵飞一起合作的时候 然后很久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然后有一天刘灵飞跟她说话 突然意识到原来飞飞会说 我比林灵飞要强一点 这个是 我跟她认识很早 我14年我就跟林灵飞认识 因为天天在一起排一排练 比较合得来 人品品质 你这个是个套路 没有 不聊了 换个换 这个全是坑 蛮大的 做了很多很多尝试 全是在这一年 收获很多 我也改变了很多 心境成熟 稳重了一点 没有完全做到 这不提了 你开演唱会 包括去拍演劇 我都觉得很值得 让我30岁这一年很精彩 都差不多 就是很开心 玩得很开心 北京厂送的东西是不是最多的 对不对 因为在北京做完了 我也会复盘一下北京这一场的整个流程 上海去改进 上海做完了 我也会再去复盘这件事情 杭州再去改进 所以北京可能就吃亏吃亏的第一场 如果上海是第一场 那送的东西可能就是在北京 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但是第一场就是的意义还是很 对对对 准备下次怎么弥补北京的观众 下次再来吧找机会 好吧 九月定了 然后大厂子也定了 但是具体哪一天还没定死 郁珍 没反应 都喜欢 低梦的设计我都喜欢 纯中行 年代比较相近吧 龚老师也是个没朋友的人 其实 那像不想演一个朋友多一点的角色 哎真的可以 我会准备是演一个这样的 我为什么要生活在古代 我生活在现代挺好的 哪走 哪走 你需要我坚持多久我就能坚持多久 龚羽扇 为什么 画画的吗 不是可能对神本师不是会好一点 一开始有点 后来好一点 第一次做制造飞机 很好奇 很帅一个 很酷 我还自拍很多张照片 对对对 不放 这个问题简直 我为什么一直在想为你我受冷风吹呢 哈哈哈哈哈哈 就为你我受冷风吹吧 没搞 那是在我们那个频道里面瞎说的 霸王龙嘛 霸王龙比较厉害 石操恐龙不是天天被欺负那种吗 很胖 很圆 很可爱 我肯定会去看演出 我肯定会去看演出 都会有